接下来我们来到美国 纽约当地种族歧视的问题 时有所闻 纽约市长日前在一场 亚太裔传统约的活动上面发表演说 对亚裔族群做出了保证 要阻止枪支暴力的问题 另外水油城发生了 十死三伤的种族歧视枪击案 当地也举办了宗教首页祈福仪式 这两场活动佛光山纽约道场的法师 都应邀出席 希望可以透过佛法的善能量 祈愿社会和平 美国纽约市市长亚当斯 在市长光迪举办 庆祝亚太裔传统乐活动 发表感人言说 对亚裔移民的奉献表达感恩之情 而面对亚裔族群 常受到的枪支暴力威胁 他保证将让纽约市 迈入安全繁荣的新纪元 这次的庆祝亚太裔传统乐活动 佛光山纽约道场主持 绝领法师 监怨 有望法师 带领佛光人应要出席 人间佛法 纯善念 做好事 也透过行动关怀 关心帮助亚裔族群 生活所遇到的难题 这次活动还颁发了加奖状 奖励在公共服务领域 有杰出贡献的亚太艺人 感谢他们长期为多元族群 融合所做的贡献 现场有每个歌声 疗愈着每个人 这场纽约市多元宗教 首页祈福活动 在为选游成死死三伤的 种族歧视枪击案件哀悼 佛光商纽约道场监视 有望法师应邀出席 与另九位宗教代表献花 每一朵花象征着 在这场枪击案中 失去的宝贵生命 各个宗教代表 为亡者助导 为伤者祈福 共同用宗教的力量 抚平市民们的伤口 纽约市长亚当斯表示 感谢所有宗教领袖 齐聚一堂 希望共同和平解决 暴力与种族歧视的问题 人间卫视 美国纽约综合报导 美国纽约